李嘉誠是一個君子報酬十年不晚的人 在2013到2019年習近平一上任之後 當時中國房地產市場震熱 你不投錢 你還大量出售中國資產 到了2015年 中國這個房地產 開始出現風雨飄搖的一些預兆的時候 李嘉誠不斷的在賣樓 在出走 新華社官方的媒體 就發了一篇文說 別讓李嘉誠跑了 說你長和系職 也就是李嘉誠的長江集團 你們不能湊走中國資產 別撤資 要投錢 你看 握了30秒 你去想要心中的OS 要投錢 江習兩邊 你要選邊站 拜託 幫我穩住香港 光是握手可以握了10秒鐘這麼久 因為我剛剛那三個 這個千言萬語 因為我剛剛三個那個點 他在心中不斷的OS 當然要握這麼久 但你感受到沒 你感受到我釋放的三餘暖流沒 沒有